生财有道 让你一开口就成交工作坊 请到City Plus FM的卖或拨打 012-3949-800查询详情 City Plus明智投票 为大马加分 主编点大选 欢迎回到主编点大选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么到底有没有马来海上呢 相信佩玲如果你问十个人的话 你会得到十种不同的答案 那么首先纳吉就讲没有 因为他feel不到 那么你问希盟 希盟讲 你看老马出席的各种各样的讲座 特别是在乡村 你看到很多马来人人头转动 因为他们都渴望改变 所以他们出席讲座 那么到底这个马来海上有没有 那么我们就看一看民调机构 因为民调机构能够给的我们是数据 那么数据就能够告诉我们 到底on the ground在实际的情况之下 实际的马来社群里面 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那我们看到民调莫迪卡 这个民调中心的主任 伊布拉辛 苏菲安就举出了柔佛的例子 他就说大约有21%的 这一个马来选民是放弃国阵 但是他们却又不完全 由希盟所接收 希盟确实是成功 赢取了一些马来选民的支持 不过目前看来 好像还不足以 就是触发柔佛州政权是一手的 同样的 在这个老马的家乡击打的部分 抛弃国阵的马来支持 其实只有1.1% 那他们其实就是伊党以前的支持者 那民调也发现 相对于在野党 2013年所获得的支持 那马来选票的转移是存在的 但是这一种 离开国阵的转移 将以非常不同的方式 来例会在野党 在其他的州数 比如说像是柔佛 那选民的这个转向是存在的 不过目前来说 他还是没有达到组织政府的这一个门槛 换句话说 就是可能还不足以换政府了 那当然 吉达刚刚我也说了 这个情况也是如此的 那确实 明年能够轻松的守住 槟城还有雪兰 但是却无法在其他的州 有更多的开拓 那么这个民调也释放出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信息 就是说 马来选民的这个转 要从国阵转到去 这个希望联盟 或者从希望联盟转到去国阵 就会有不同的情况出现 这些马来选民的转移 在两个州数 将会让国阵受惠 就比如说是吉兰丹跟登佳楼 那么国阵可能会重夺 吉兰丹的这个州政权 那么 Ibrahim他也指出说 希望联盟目前 得到的这个马来选民的支持 大概只有20% 如果他们要入主不成的话 那么他们必须要增加多14% 就是20再加上14 就是34% 那么目前呢 希望联盟还没有办法 累积到这14% 换言之说 从目前的情况 当然明天才是提名日 还有一段时间 会让局势出现变化 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 目前的数据来看呢 还不至于触及 变天的这个可能性 对 那当然呢 我们也看到说呢 其实呢 这个情况呢 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像是明天4月28号 就是提名日嘛 那当然我们常说 还没有到提名日的这一天 所有的一切都 尘埃落定的时候呢 这个变数还是非常大 那就算是这个提名日呢 已经出现了这个确定的变数 那但是呢 从4月28号到5月9号呢 大概有几天的竞选期 11天的竞选期 那其实11天里面呢 你有应该说 有没有足够的时间 其实能够让选民的 这一个投票的意向会转向呢 有啊 在政治上一天都算长 特别是在提名之后呢 比如说在505的时候 就发生说 行动党内部就出现分歧 当时呢 就沈同庆就以独立人士身份出来 竞选其中一个选区 当时他是不满 那个选区党中央委派的 这个候选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呃 这个沈同庆 他是非常 情况非常特别 是打国 是以行动党的这个火箭体制 那么州呢 是以独立人士 那么后来在林基祥 亲自去说服的情况下 才把这个州的这个提名 给 给拉下来 就说 我不出来竞选 所以任何的情况呢 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再加上这一次的这个 主要的一个焦点 除了西马之外呢 就是东马的沙巴 那么希望联盟 如果要否决 这一个国阵的 这个三分之二的话呢 沙巴将扮演 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 特别是沙巴东海岸的 这个国会议席的这些变化 因为东海岸的国会议席呢 是Shafi'i的这个强区 Shafi'i本身是 前巫统的副主席 他离开巫统之后呢 就成立了这个瓦里山 而且这个瓦里山在东海岸的 在沙巴东海岸呢 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包括公正党都有在讨论说 要不要以瓦里山的 这个党会来竞选 所以沙巴的这个变数呢 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么我们将会在 接下来的不同的单元 跟大家深入的剖析 到底沙巴 他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没错 其实呢 在接下来的这11天的 这一个大选的竞选期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 这一个所谓的讲座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宣传 在进行中 如果说你想要对呢 各党或者是各个候选人的 一个竞选的宣言 有更多的了解的话 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呢 出席就是去聆听的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知道呢 更深入 而且呢 是中肯客观的这一些剖析 当然你就是要守住 City Plus FM 106了 包括在明天 4月28号的这个提名日 我们也会有特备的单元 来给你剖析 以及深度的来说一说 到底这一次 4月28号的提名日的 一些重点是什么 City Plus明智投票 为大马加分 主编点大选